这场三里风灾必定会降低美国第四季的GDP的冲击 有的说法是大概会降低1.5% 有的说是0.6% 但是大家都知道 它等于是一场变相的扩大内需新的公共基础建设的支出 将会使美国明年第一季第二季的经济 反而因此得到更好的一个成长 但是没有三里风灾 已经有相当多的经济学家看到了美国经济慢慢走出谷底的现象 如果没有欧债危机继续恶化 如果美国不发生所谓的财政悬崖 也就是美国国会跟总统之间 在未来两个月可以达成财政的协议的话 一般的判断2013年全世界经济可能最快复苏 而不再下滑的地区 它的答案就是美国 你可能并不服气这件事情 因为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是从华尔街开始 但是美国拥有世界货币的地位 美国拥有最好的创新的能力 世界货币的地位保证它可以不断的QE1 QE2 QE3不断的印钞票 而它16兆的国债不会面临所谓的欧债危机 另外第二个部分 由于美国自己本身 它在企业里头的创新能力 今天美国可能被认为 IMF跟各方面都认为 2013年全世界经济可能是最好的一个情况 另外一个看好美国经济的是巴菲特 这一波的金融海啸核心因素是房地产泡沫化 房地产泡沫化之后 就有一些垃圾债券被包起来 然后用一些我们完全不了解的名字 像联动式债券 联动到全世界去 但是回到它的最核心 还是房地产的泡沫化 而最近一个最大的一个迹象 就是美国在都会地区的房地产 它的价格开始止跌回升 事实上美国前联主会的主席 Grace Penn就说到 美国这次的经济要能够复苏 最重要的核心还是房地产 它的整个价格要开始稳定下来 慢慢地复苏 而著名的巴菲特 也就是股神 他现在开始压住的 就是美国住宅市场 他认为2013年 美国住宅市场就会复苏 这等于是呼应了 IMF对全球经济前景的预测 他们认为欧洲跟中国都会很暗淡 因为欧洲非常暗淡的话 中国的出口就会很暗淡 但是美国独强 IMF预测 美国的经济可能成长三个百分点 总统大选投票日四天前 美国十月份就业报告出炉 失业率7.9% 比九月的7.8%高出0.1个百分点 0.1个百分点是好还是坏呢 部分专家解读 至少美国经济没有原地踏步 而显示美国正在缓慢复苏的数据 还包括ISM供应管理协会的 制造业景气指数 受到新订单的带动 制造业景气呈现连续两个月的扩张 达到了51.7 创下五个月来的最高 而CNN知名政经节目主持人 萨卡利亚对前景更是乐观 一般认为2008年金融海啸的根源 就是房市泡沫的破灭 而四年过后现况如何呢 在许多投资人的心中 2013年美国经济将会大好 而同样压保美国房市的还有赌神 巴菲特掌舵的波克夏公司 最近加码压住美国房市复苏 同意和布鲁克菲资产管理公司 成立新的合资企业 并且挂上波克夏的金字招牌来经营 巴菲特日前接受CNBC专访时表示 持续看好美国经济 即使全球经济减速 但是美国经济仍然缓步向前 而除了房市显示回春迹象 萨卡利亚还提出了一点来印证美国经济 真的从金融海啸走出来 而这一点早就在辩论会上 被欧巴马自己提出来宣扬 萨卡利亚在大选之前 如此力捧欧巴马 更点名最大的功臣 正是联准会主席博南克 美国靠着美元强势的地位 三轮量化宽松政策下来 终于见到了景气维温 不过到底能有多好 还是要看是否能够安然度过 财政悬崖这个大关卡